我本人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的 我是做建筑的历史跟文化资产的研究 那我跟盐水龙的关心呢 其实他在他生前我其实跟他是不认识的 没有见过他本人 是他过世以后我才发现 他是我们成功大学建筑系创系的第一任的美术教授 他在我们成大待了五年 说起来他等于就是我的祖师爷了 祖师爷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第一位我们系第一位老师 后来我发现他的作品跟他的文章 跟他一生推动工艺做广告 他的人生非常的精彩 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祖师爷 我等于是他非常坚强的粉丝 这个非常的喜欢他 那他几乎每一个作品我都有去看过 也把它记录下来 后来就成为等于是盐水龙的研究者之一 那我们国内喜欢他的也还蛮多的 很多艺术史学家也都非常的敬佩他 非常敬佩他这位多元才艺的一个画家 盐水龙老师呢他一开始是以油画出名的 而且他本来就是学油画 但是只是说他后来把他的兴趣转到了工艺的部分 工艺的推广和研究和教学 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要提升我们台湾人的生活美学 生活用具的美学 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上的室内的装潢 使用的器具 能够提升他附加的价值 在这些提升的附加价值之后呢 在设计制作这些器具的人呢 也可以赚点多赚点钱 尤其大部分那时候都还是农民 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着手 因为盐水龙老师呢 他待过法国的巴黎 也在日本待了很久 其实这两个地方 对台湾来讲都是相对很先进 很富裕有文化的地方 他知道人家精神文明富足的一个社会 是怎么样生活的 他希望我们台湾也可以慢慢的进步 走到跟人家几乎是一样的程度 这就是我当初对盐水龙的一个看法 盐水龙呢 他是台南下营乡的人 其实他在差不多40岁之前 大部分时间是在台南附近发展和居住 那他在我们成大建筑系待了五年 就从1944年待到1949年 他待了五年 那1949年之后呢 他短暂的曾经搬到嘉义几年 大概到差不多1955 1956的时候 他就正式定居在台中了 他定居在台中之后呢 他还是在南投有主持一个工艺研究班 而且他也在全台湾到处 只要有工艺推广 或者工艺研究的一些工作呢 他都有去参与 盐水龙先生搬来台中之后呢 他也慢慢的跟台中地区的一些人脉 有一些关系 比如说跟中部的画家 广告家 还有一些工艺家 有多重的联络 多重的往来 那么我身后这是一个运动场 其实他在日本时代就是一个田径场 只是说日本时代是没有看台的 就只有跑道跟运动设施 1959年的时候呢 政府决定要在这边盖一个 有看台的运动场 叫做台湾省力体育场 就是准备将来要做 台湾省运动会 也就是后来的区运会全国运动会 全台湾的大型运动赛事的一个场地 而且他就在台中 南北都可以来这边比赛 那么这个运动场是由 关宋生先生设计的 这位建筑师呢 他跟国民党的高层关系非常的好 而且他本人在台湾的田径运动界 也是一个大佬的地位 他赞助了很多的体育运动 而且他还资助了洋船馆跟记政 去美国念书 他赞助了这些 栽培了这些世界级的运动员 那么这位关宋生先生 他设计了这个田径场之后呢 他底下的设计主任叫做高额潘先生 高额潘建筑师 刚好就是我们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的 也就是盐水龙的学生 他们师生一直都有往来 那这位高额潘先生呢 刚好一想到 他的老师盐水龙就住在台中 他就去找盐水龙过来帮忙 一开始建筑师的设定是想说 就一个壁画就好 用油漆来画就好了 画运动的图案就好了 但是盐水龙马上就否决了 他就说这个你用油漆画 可能三年五年就会坏掉 十年又要重画 盐水龙就建议说 那我们用马赛克壁画来表现好了 那当时建筑师方面也同意了 就让盐水龙来做 那各位要知道 这就是我们盐水龙老师呢 他一生二十几座壁画的第一座 他第一座壁画就已经光芒万丈 他有油画的基础 他当然也是一个艺术界的大师级的人物 虽然他第一次尝试这样的题材 跟这样的材料 但是他就已经非常的光芒万丈 就是我们后面这幅运动的壁画 那这个壁画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填赛的选手 有竞赛的选手 甚至也有球类的选手 我们看到有一个棒球 有一个棒球员在接球 我们也看到有奥运 像奥运和运动比赛常常会看到的和平哥 我们看到这个雅典 点圣火的女郎 点圣火的女郎在中间 那这个壁画的构图呢 它是采用一种动态的平衡 什么叫动态的平衡呢 就是初步的看以为是两边对称的 但是其实两边细节不太一样 这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构成上 叫做动态的平衡 就是看起来有一点对称 但实际上没有完全的对称 它这样能够让这个 整个画面构图产生的稳重 尤其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 最左边那一位丢标枪的选手 就是用洋传广来画的 就是当时 建筑师关宋生在栽培的对象 就是1960年 罗马奥运代表我国 拿到十项运动银牌的洋传广先生 那这个壁画呢 等于在台湾美术史来看 几乎也可以说是 我们台湾最早有 公共艺术概念的一个作品 什么叫公共艺术呢 就是它是 大家都可以来看的 大家都可以来摸的 大家都可以亲近的 那过去很多艺术品呢 常常是放在美术馆 放在博物馆 放在有钱人家的柜子里面 放在保险柜里面 我们可能不是那么跟一般人能够亲近 那这个公共艺术是 只要经过的人 在这边念书的体育大学的学生 或者是路人 大家都可以欣赏 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办活动 运动比赛 大家都可以看的到的一个 很大型的壁画 那而且它的规模非常的大 它的左右大概有30公尺宽 高度大概有10公尺 这几乎也是台湾到目前为止 最大型的一个公共艺术 非常的大 那它这个东西呢 也对后来的台湾的公共艺术 也算是影响非常的深远 那台湾也开始启动了 各种公共艺术的设计 那当然以这个作品来讲 它不只是手法很纯熟 而且我们从即使现在已经经过60多年了 我们大家还是会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我们台湾美术史上一个国宝级的作品 那就是这一座壁画的由来 那盐水龙先生在完成这座壁画之后呢 它有了这一个作品之后呢 它继续又在我们台中 以台中来讲 它又做了台中的太阳堂丙电的向日葵壁画 它又在乌日的大中印燃场 它也做了一个壁画 它还有在这个风源的高尔夫球场 也做了一个打高尔夫球场的壁画 那当然这是在中部的部分 那后来它在北部 南部也都有壁画的作品 这是等于就是它一生 二十多座马赛克壁画里面的第一座 也是最大的一座 也是最容易看到的 最容易看到的一座 譬如说公共艺术 还有就是对工艺的指导 它的油画 有一部分是在公立的美术馆都有收藏 我们台湾重要的公立美术馆都有收藏 那偶尔可能会拿出来展览 大家可以去看 那公共艺术是比较容易接近的部分 就是它在台北 譬如说它有日新戏院的壁画 它有建坛公园的水牛图壁画 它有在台北市立网球场 也有打网球的浮雕 还有它在中正这些纪念堂 隔壁的中正运动中心 也有一个跳水的浮雕 有一些公共的东西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到 那么在台南的美术馆 台南市立美术馆的大厅 也有一座热带植物的马赛克壁画 这些都是很容易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那至于它在公益推广 这个比较是无形的 就是譬如说像草屯的台湾公益所 就有它很多徒子徒孙 它当然也有它本人的一些作品 还放在那边在展览 还有它徒子徒孙 它带出来的一代接一代的台湾的公益大师 大家要知道在工业化之后 手工艺是注定会慢慢没落的一个产业 那可能我们可能就是让它 为了让它能够跟着人类的文明继续走下去 我们可能要稍微让它精致化一点 或者要增加一些推广和欣赏 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 那大家可以到草屯的台湾公益所 多多去那边走一走 就可以看到它留给我们的一些遗产 而以台中来讲 台中丰园的七役馆 丰园的七役馆 是它亲手规划的 亲手规划计划书是它写的 还有我们台中 在丰园本来有一个编织博物馆 那现在已经移到大理 叫做纤维博物馆 这是台中私立的博物馆 这也是盐水龙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些遗产 我们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 现在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在慢慢的维持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他的精神继续留在我们台湾 伴随着我们 希望他心中最大的两个理想 第一个就是台湾要有工艺的美术学校 工艺美术学校 培养工艺美术的人才 第二个就是提升我们台湾人的生活美学 我们台湾即使是穿着衣服 我们吃的碗 用的橱柜 室内设计室内装修 我们能够精致化 设计化 能够带动一些设计的产业 也可以增加我们美学的素养 美学的水平 这都是他生前的愿望 当然我们台湾慢慢有在进步 有在照他的路在走 当然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 但是台湾一直都有在进步 也许他在天之灵 也应该可以感到欣慰 优优独播剧场——刘洋